华为没有开玩笑 真的和苹果谷歌正面刚了 就在前几天发布会 华为宣布产品将接入鸿蒙next的系统 标志着华为彻底脱离了套皮安卓的嫌疑 对标iOS走纯写国产路线的决心 回看过去五年 华为遭受到美国四轮制裁 在妥协和放弃之间 它坚定的走上了第三条路 自主研发 最终摆脱了被卡脖子的命运 可以再次喊出那声遥遥领先 那这样热血的故事不止发生在华为 一个个技术难题被国货品牌攻破 甚至将入场更早的欧美老牌 远远的甩在身后 将来咱们每天都会用到的电动牙刷来说 行业老大哥笑容家 最近就推出了号称 新一代电动牙刷的颠覆性产品 无论是声波式还是旋转式 传统电刷都受限于机械线位 只能够输出单一的振动 这导致清洁面积小 不仅边边角角刷不干净 还容易打牙伤牙 一把近千块钱的电刷 体验还不如手刷 笑容家就从中洞察到了弯道超车的可能性 凭借在口腔护理行业深耕9年的成熟经验 直接开辟了第三条技术路线 自研自伏系统 实现了全新的扫针一体的刷牙方式 简单来说就是既能够振动 同时又能实现真正60度的超大幅度上下扫刷 是目前最契合巴式刷牙法的解决方案 也是清洁对层面的重大变革 除了革新动力系统 笑容家还用科学实验的严谨思路 重塑产品设计 在同行都还在卷电机卷性能的时候 笑容家前瞻性的意识到 过剩的扭力会对牙齿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为此他们特意吃巨资 创建了人体功效实验室 用生物材料千基灵灰石片 模拟咱们的牙幼稚 研究不同扭力下牙齿的磨损情况 历史534天终于测试出了最合适的一个扭力范围 在刷的干净和震的舒服当中 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 这个缓震刷头也是独树一致的 设计成了独特的一个工型结构 包裹PET软胶 把汽车的安全气囊配置在牙刷上 刷牙舒适度直接拉满了 制作一把电动牙刷呢 不必这么麻烦 但是笑容家认为 这和用户的健康相关安全相关 所以呢 他们愿意花时间花精力 去做大量的数据实验 给牙刷增加尺面识别漏刷提醒这种 甚至连用户都没有注意到的小细节 让刷牙这件小事 升级为守护口腔健康的这件大事 笑容家以专业做堡垒 用创新做护城河 一举拉高了整个行业的产品标准呀 清洁力和安全性的专业沉淀 就是笑容家的破局利器 因此呢 他的销量可以超过两个欧美大牌的总和 成为全球5500万用户的清选 相信有你我的知识 未来这个数字呢 会越来越大 此 大概 真 有 ころ 正